高雄市長陳其邁 15號上午出席 高雄市嘉義同鄉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他感謝嘉義鄉親 在高雄落地生根 自從擔任市長以來 和大家一起打拼 各行業的銷售額 比前年增加 一兆五百億元 今年一至八月 政府稅收 較去年同期 多了六百六十五億元 都是大家共同的付出 才會讓高雄更進步 這幾年在我們高雄 六塊四塊 在這裡做會打拼 讓我們高雄 可以更進步 這兩年我做市長以後 全力拼經濟 過去我們高雄市長都賺錢 但是既然做市長以後 一年說不賺錢 我們還給了很多70元 這兩年我已經賺70元 陳其邁表示 上任兩年來 全力拼經濟 超前部署規劃半導體S檔代 台積電也來高雄投資 因為有來自各地的鄉親 為這塊土地努力打拼 才能讓大家看到高雄產業的未來 我們家庭的鄉親 來我們高雄 看這裡實在是有很多 像我的生活 就是台南灣來這裡 所以每個月 都實在同樣的水 做會的大行 所以我們在說 喝水是我的 過往許多嘉義鄉親 來到高雄 都住在前鎮小港地區 現在則是分散在 高雄市的各行政區 也就是四處都有嘉義的鄉親 陳其邁也再次感謝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讓高雄從過去的重工業城市 慢慢轉變為未來的高科技城市